福总的赖清德 率团出访巴拉圭去城过境纽约 回城是过境旧金山 所以他在纽约参加侨院的时候 现场是有700多人 场面非常的盛大来名誉 因为这个场外 就中国的统派团体 就在那边抗议了 然后这些抗议的人 好像跟上次蔡英文过境的时候 是同一批人吗 这个也蛮有趣的 我先讲两个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说 照理说 对于小粉红 或是中国侨民 这些抗议的SOP 应该是你先到赖清德的下榻饭店 然后再去侨宴 可是这次赫然发现说 这些小粉红 他并没有去赖清德的下榻饭店 而是直接去了侨宴 所以今天就有人开玩笑讲说 这是不是太病毒 太烂烂 你现在本来要如影随形的 结果你现在只选择了一个地点 当然有人开玩笑讲说 因为上次蔡英文跟赖清德 就过境的是同一批人 有人就赫然发现 这走路工 有啊就这位受访的嘛 是不是 对 就这位 对对对 那第一个点就是说 因为上次有被揭露说 这些人呢 其实都是有领200块到400块 被不等的这个走路工 或是领演 可是呢 后来被人家赫然发现说 其实他们号称是200到400美元 但事实上可能也没那么多 大概最后只领到80块 有没有人觉得说 是不是太久了 我是中间被人家给 被剥削被人打走 被抽 所以干脆这次 我不要那么认真了 所以我本来应该要如影随形的 我现在直接直到 那个乔宴这个点 不知道是不是价钱没谈龙 因为看起来 领演或是走路工 都是同一批人嘛 那第二个啦 我觉得这些人除了 也许是价钱没谈龙 那第二个 他们当然害怕 因为上次去抗议蔡总统过境的 后来有两个人 有两个人直接被抓 因为被认定为是中国海外秘密警察 这个美国的警方把他们捕获的 就是找到抗议的这个群众当中 找到两个人 一个叫卢健旺 一个叫陈金平 他们被发现说 原来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除了是那个职业抗议演员之外 还有是中国海外秘密警察 所以后来呢 在这个蔡总统过境完之后 这两个人直接被逮捕了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这些领演 或是走路工 是不是被发现说 被担心被美国警方给盯上 所以这次特别的低调 但是我们来看也特别有趣 我觉得说你不管是领80块 200块400块美金 你既然领了走路工 或是这个领了这个领演费 你也要演好一点 你演技要演好一点 上次这些人抗议 不是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吗 反正是数点忘足 有没有讲成忘点宿主啊 就是发现你连中国的成语 你都讲不清楚 结果这一次呢 这个领演也同样没有到位 他在抗议的时候讲说 中国没有台湾 还讲说没有总统 什么叫中国没有台湾 哇这不是讲的真好 还是你讲出真心话来的 他前面是好像有记者问他 说你们喜欢哪一个 然后他就说台湾的没有总统 对对对 然后就加了一句 中国没有台湾 对就讲到中国没有台湾 我想说这段影片 如果被播放出去之后呢 他的领演呗是不是要被扣了 还是说下次可能就被中国直接立了台独分子 我觉得我要为这些领演感到担心 好那我要讲的是说 那你说这些人 他们帮中国大外宣大内宣 这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我不理解的是 台湾竟然有一些人去附和 包括这次赖副总统过境的时候 这个AIT的那个理事主席 罗森伯格 因为他妹妹在结婚 所以他在这个过境 纽约的时候 他没有去接机就派了代表去接机 跟罗森伯格为了这件事情 还特地发推特来解释说 说他们家人有喜事 而且他也表示说 到时候赖副总统从洛杉矶 回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跟他见面 而且在赖副总统今天跟乔明 在这个致辞的这个乔宴上面呢 罗森伯格还特地拍了四分钟的影片 总而言之他就是要证明说呢 因为他是真的是自己有家里有重要的事实 他说回神在旧金山那边就会去接赖金德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蓝营的朋友 要特地做这个文章 就说罗森伯格没去接机啦 一定是台美关系不好啦 什么什么的就开始又做一些疑美论了 我不知道打这个有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我在节目上已经不遗一律的讲过了 就说赖金德如果没有获得美国高规格的接待 将来侯友宜要去的时候 也不会获得高规格接待 你会期望侯友宜的过境规格 会高过赖金德吧 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第一个我会觉得说 我们出访应该要一致对外 我不知道为什么蓝营的朋友 又在这边要开始放大 第二个你会不乐见赖金德 获得高规格接待 侯友宜其实同样也是啦 所以最后我要讲的是说 你看包括赖金德 他在今天的桥宴上面 包括大家很注目的嘛 就超委的执行长苏之锋的那个执行长 他的爸爸 爸爸这个苏春怀先生也来了 所以呢我觉得说 台湾的侨民对于赖金德是非常的支持 那这件事情 蓝营你是不是又要做文章呢 是余将军怎么看 副总统赖金德过境美国 老实说他这次他并不是以总统参选的身份 也就是说他是以国家赴元首的那个规格 去美国嘛 所以他呢所谓的规格是不是低调或高调 应该是台美之间的互信所达成 那台湾的在野党就不应该去那边做文章 因为做文章的结果 你自己的参选如果去美国 难道也要被所谓的降格吗 有需要这样子吗 再来中国这些所谓的统派团体 去是不是自取其辱 我说你身上有没有政府的职务 跟去美国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像我们在座的去美国 华盛顿你要去就去 你第一次你要去就去 很正常 你要跟谁拍照 说句实话付钱就可以拍得到 就是这样子 你说我想跟他拍照 你的钱付多一点就拍得到 可是如果你是总统副总统 外交部长国防部长 或者是这个重大的一个官员 你就会有限制嘛 这就是外交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比 那就是那就不在同个天笔上来比了 所以说赖副总统 他是以副元首的副总统的民意出国 那当然他会有一些规格 也会有些限制 这必然的 这个我觉得这是尝试吧 这应该是尝试 如果用这个来去跟每一个总统候选人来比 那不公平 那不公平 那叫做乱说 那叫做制造恐慌 那不对 另外我想中国 这些小粉红 还有这些旅外的这些中国的华侨 我个人觉得他们是蛮 蛮悲哀的 为什么蛮悲哀的 现在纽约很热 纽约很热 在一个地方 拿着五星旗 还必须拿一个美国国旗 为什么你知道吗 五星旗叫做跟祖国交代 拿美国国旗是防止被遣返 你知道吗 他们生活在美国 生活在美国 因为还有家人在中国 你如果没有这样做 你下次回不了中国 甚至你在中国的家人会被修理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YouTuber在美国 他常常在批评一些中国解放军的一些作为 他的爸爸就被抓了 他的爸就被抓了 这就是中国啊 家人会修理 对 就被抓 关于什么 贪污 说他爸爸贪污 他爸爸是个小公务员 他说我爸爸 第一个不可能贪污 第二个他能贪什么污啊 对 就是因为你儿子 你儿子一天到晚在美国 骂共产党 骂解放军 他就抓他爸爸 所以我说看到 我每次 我这次也到纽约去 看到这些 中国在外的 已经移民了 他们已经是 已经是美国人了 所以有一个台 台湾的华侨 台侨就问他说 他说你是不是中国人 那个他就直接回家说 我们都是美国人 一句话就道破了嘛 不要演了啦 如果你是中国人 就回中国了 你们都是美国人 只是说你的内心 你是被祖国控制 而这些台侨 他是内心爱着这块土地 这是不一样的爱 这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说 如果你不接受祖国的指示 你的家人就会被迫害 那这一群在 在美国的台侨 他的心中是想什么 他们心中是 这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虽然身在美国 我是台美人 但是我仍然热爱这块土地 就是一份爱 这两份爱不一样 所以说他一直在讲说 哎呀这个台湾哪有总统 他说台湾哪有总统 中国没有台湾 有总统就没有台湾 你真讲对了 你真讲的大实话 大白话 这很惨 这句话也要 如果被剪成短影片 丢到网站上 这个人就被抄家了 就倒霉了 这个人家人就危险 所以他要赶快更正 我不是说没有台湾 我不是讲中国 当然是拥有台湾 台湾一部分 我告诉你 他讲了实话 中国本来就没有台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到今天为止 他的版图里就没有台湾 一秒钟都没有 所以你说什么中国 中华民国 这个不是一个国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 这什么鬼话 这就是鬼话你知道吗 那照你这么讲 那中国曾经有元朝 欧亚的大帝国 那你跑去跟匈牙利讲 你跑去跟欧洲人讲说 我告诉你 你们自古都属于中国 那不造反 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不造反 那俄罗斯江东24屯 那个海参威 不都中国的吗 你去跟普丁讲 普丁海参威 自古就属于中国 你怎么敢讲 他比你强 他比你大 你惹不起 所以我才说 一直说要跟中国去谈判 这些台湾 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勇敢 在海外面对了这些中国人 面对中国人 我有问过他 我说你们不会怕 他们对你有怎么样 他说将军我告诉你 这些人啊 是有喉咙没胆子了 他出来喊是交代 他说你也不要认为 他们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爱中国 没有交代 上面有命令 你不出来做 你会被修理 给上面交代 对对交代 所以说 等到他这个事情闹完以后 他五星旗就卷起来了 他就一样拿美国国旗 对不对 时间大了就走了 对对对 人家跟他讲中文的时候 他就讲英文 他很怕被人家知道 他是这一群小粉红的一份子 为什么 他也要工作 所以说这些人很可悲 所以看到这些台桥 在美国跟这些对呛 对视的这种状况 我觉得第一个台桥 有人爱之心 没有戳破你 知道你苦 知道你很惨 所以说我让你吵一吵 可是自己自己讲错的 中华美国总统 台湾有总统 中国里面就没有台湾 糟糕了 这句话真的害死他 所以我觉得赶快收过来 不要害他 这个影片在台湾po就好 不要传到中国去 传到中国去会麻烦 其实中国小粉红在那边闹场 反而是帮我们的赖副总统 提高了声势 拉高了知名度 我们看包括外媒 CNN就说台湾副总统过境了 中国不高兴了 还有路透是说 赖庆德是台湾的副总统 不甩中国玻璃心 所以你这样闹场的结果 反而是帮赖副总统做宣传 当然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记者 记者去问这些小粉红 然后他们因为在喊口号 我们就说台湾要跟中国好 然后就台湾应该要搞好经济 不要跑到国外拍马屁 然后我们的记者就问说 那你们中国自己 大批的青年失业 他们就说中国很团结 我们靠自己 但问题是中国现在的经济 惨到什么样的程度 清皇 因为他们之前的房地产 恒大地产已经是 可以说是已经 陷入了所谓的破产边缘 还有一个所谓的碧桂园 好像也是一个模范生 现在也陷入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财务危机 我们再叙述好了 在全世界的国家 今年包括台湾在内 要处理问题都叫做通膨 通货膨胀 但是全世界现在 唯一要处理通货紧缩问题的 这个国家看起来就是中国 也就是多数的国家 要处理都是通货膨胀的问题 但是中国现在面对到 可能是经济在下滑的过程里面 通货紧缩的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经济数字 CPI几乎是快要往负的部分走 这个其实对中国来说不是好事 你可能会觉得 通膨没有很严重有什么关系 但它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因为消费不起 所以你终端价格必须要往下降 所以通缩其实比通膨更可怕 那是中国面对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中国经济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中国面对到了几个状况 三个情况是最明显的 第一个 刚刚仲将所提到的房地产问题 因为房地产的问题 对中国来讲意义重大 为什么意义重大 一个是你看到中国呢 房地产的企业在爆雷 还不出钱的 除了恒大之外 碧桂园以前是模范生 结果碧桂园连他海外的债务 还本金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请问你 碧桂园现在手边其他建案 他手上的资金来不及 没办法周转 那手上有没有建案还要盖的 要哦 那些要盖的建案 如果没有钱继续往下盖的话 他只有烂尾楼这个下场而已哦 所以对碧桂园也好 对恒大也好 他的情况是海外的债 我还不出来 银行的钱我还不出来 剩下来的房子我盖不出来 盖不出来变成烂尾楼 然后影响到其他中国买到房子的人 对那些人来讲 那可能是永远交不了屋哦 所以对中国来说呢 这个情况很严重啊 等于说这些买房子的人 我把钱拿了一大笔钱 结果呢 银行先付了一笔之后 结果缴房贷扣住了我的薪水 可是房子却交不出来 这情况也不严重 碧桂园负债1.4兆人民币哦 碧桂园负债1.4兆 我跟你讲 碧桂园的负债 恒大的负债 这些的债务几乎都是照来照去的 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 几乎是不可能拿政府的钱 去帮他打消这些呆账坏账 所以对他们来讲 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房地产的问题影响到什么 房地产的问题影响到 我请问你一件事 碧桂园现在呢 财务吃紧 所以对中国来讲 房市不好 其实连带影响中国 大概30%的经济 30到50%的经济哦 然后这些部分呢 你看影响到经济就业率不好 更影响到哪里 影响到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 中国过去地方政府的财政 50%到60% 靠的都是建商的土地租让金 给他的钱 那你现在建商快捣不捣的 然后要捣不捣的 他没有钱去拿土地了嘛 所以中国地方呢 也没有钱去支付这些钱了嘛 再讲一部分是什么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美中贸易战之下 很多供应链跟工厂 就是转出中国嘛 日商 韩商 台商 转出中国这么多 我请问你 中国现在哪些工厂补回去的 没有哦 所以没有的情况之下 那些就是就业机会跑掉了哦 大批这个失业的人口 对不对 他们现在传出说什么 竟然是合租一张床 我们说合租一间房很正常 现在是合租一张床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不是 你的消费 就是你现在赚到的钱 没有这么多 然后你甚至看到 中国沿海的省份 它的平均的时薪 都在往下降 我讲的是打零工的时薪 那些号称叫大神的 这些人打工的时薪呢 在往下降的过程里面 他还能跟你合租一间房吗 不行嘛 所以合租一张床 就变成是他们的选择嘛 可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到中国的 这个我们讲说 他的贸易出口状况 他的供应链受到影响 他的房地产也受到影响 在这个情况之下 雇经济是应该的吧 结果呢 现在对中国来讲 什么事情是优先的 现在我跟妳讲 对中国人来说呢 想办法赚50万是优先的啦 什么叫 想办法赚50万是优先的 中国有一支影片 最近很红啊 叫行走的50万啊 什么叫行走的50万呢 因为中国现在 这个可能三不五十 都有人告诉你 现在保密房碟很重要 抓间谍很重要 有可能我就跟明玉讲说 我上个月我就抓了三个间谍 你知道吗 抓了三个间谍 然后我有机会去拿那50万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中国通过了反间谍法 在反间谍法里面 最高可以给到奖金 就是人民币50万 在这个情况之下 拍影片 我看到好像是 同博县的公安局拍影片 拍影片告诉大家呢 这个随时要小心间谍 抓间谍 可是你知道这个 他们怎么抓 尤其你看很多乡下的地方 郊区的地方 你在那些地方连军事经济重要性都没有 请问间谍怎么抓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笑话 他们说那种地方可能是什么 比如说呢 我跟明玉住在那个郊区的地方 明玉是我的邻居 我们这边也没有经济跟科技上的重要性 可是我要想办法举报间谍怎么举报 有一天我看到明玉翻墙 翻墙出去使用Google的网站 然后我就检举举报说 这是间谍的行为 因为他翻墙 那个使用了Google的网站 就去举报他 结果你会发现呢 现在对中国民众来讲呢 现在就是这种行为搞得跟文革的时候一样 大大小小要去检举这些间谍的存在 所以呢就出现了所谓的行走的50万的说法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只请问你一件事 这个国家难道没有其他正事要做吗 有吧 你的经济上跟贸易上跟外交上要解决事情 一个一个比一个还要大 但他现在光是为了反间谍法的问题 现在我们讲说 这个连邻居之间都可能互相检举 好像玩笑话一样 可是重疆你知道吗 反间谍法就是现在搞到连老外都不敢到中国去的原因 因为我可能到中国去 我可能是比如说到那边做财务的实地查核 结果呢 对方说你这样会害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财务资讯 这个不好的那一面被泄露出去 这个情况你有可能踩到反间谍法线 你有可能被抓起来 之前几个美国的case就是这样被抓起来的 所以今年很奇特的状况是大家无法想象 来台湾的观光客人数 外国人客的总人数 竟然比中国还要高你相信吗 来台的外国观光客总人数竟然比去中 比中国的外国观光客总人数还要高 而去中国的人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台湾跟香港过去的 所以从这个状况你就可以发现 中国在产生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质变 而这个质变对于中国来讲影响会非常的深远 中央大选除了郭柯赖之外呢 侯友宜现在选情到底如何呢 那继这个地方的议长 包括这个什么谢点玲 还有何顺峰退党之后呢 现在南投的副议长潘一泉 好像也发出了一个 对侯友宜非常震撼的一个影响 他说侯友宜的无情关公了 不要自己感觉良好 侯友宜一定不会当选了 你如果会当选了 我一辈子吃素 天哪 竟然呛侯友宜呛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朱立仁怎么说 他说个人恩怨啊 最后要以大局为重啊 团结站在一起 然后李德惟说 那他就要吃素一辈子了 吃素了还要一辈子了 然后郑明宗说非常欢迎赶快吃素 那明宇现在国民党长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互相呛来呛去啊 坦白讲啦 就是说你要讲关公 我就来跟你讲关公啦 所以那个潘一泉就要开始 你要看他整篇文章 他说关公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对兄弟友谊 可以帮兄弟受苦受难 侯友宜是这种人吗 我们来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他说别人需要他的时候 把人家当空气 现在需要人家帮他 就说他拜关公 他的关公是哪一国的 所以他说侯友宜是无情关公 不要自己感觉良好 侯友宜一定不会当选 你如果当选 我一辈子吃素 所以人家潘一泉 他是有一个逻辑 这个也说出了 事实上很多国民党员的心声 就说又回到当时什么四大公投 中二选举 南投这个什么选战 就又开始在讲这些事情 所以潘一泉是一次 又把这个旧账又再翻出来 可是我必须讲潘一泉 他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觉得他大家去看 事实上在这个六月多的时候 侯友宜六月二十六号到南投的时候 何胜丰就赶快说出国了出国了 就没有就他那个议长何胜丰 他第一个退党之外 侯友宜到南投的时候 他就赶快避着侯友宜 那当时呢这个潘一泉也没有现身 反倒是七月份的时候 埔里有一个陈皇继 当时郭柯都去了 那个潘一泉不但是全程接待 甚至柯文哲在当时主持座谈会的时候 他还帮柯文哲做座谈会的主持人 全程参与 你就知道潘一泉对于这个 两边的态度是非常有差的 那我这边讲一下 其实今天大家有在讨论 就说为什么 不管是何胜丰也好 潘一泉也好 或者是待会我们要讨论谢典零 为什么这些议长 开始有这个急的动作 其实他们真的是急了啦 因为跟大家讲一个政治现实 如果你以何胜丰跟潘一泉 这些人的过往背景 下一次包括什么 我们不是有通过什么 黑金枪赌毒吗 下次这些人都不能参选 没办法选了 对 潘一泉跟何胜丰 下次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条件 他们是没办法选的 所以他们现在 看起来国民党不会在提名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想办法 要跟郭台铭来做一个结盟 你可能在政治利益 或是在所谓的实质利益上面 他们想要迫使郭台铭 去做一些政治上的买单 谢典零也是一样 有人提醒我说 下一次他们谢家 是推谢一锋出来选县长 当谢一锋出来选县长的时候 谢典零就不可能再去选议长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讲说 哇这个台湾政坛史上 有史以来姐姐当县长 弟弟当议长 但是各位观众 这会看的嘛 你可以想见 议长你是要监督县长 你怎么可能谢家 一个当县长 一个当议长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个谢典零 是担心自己的议长宝座 将来姐姐要出来选县长 他会担心自己的议长宝座没了 所以他现在想办法 要冲出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你看他今天 他今天突然又讲说 如果说郭台铭要联署的话 他会帮郭台铭联署 态度又变了 大家就突然觉得说 哇你是上次 怎么要ㄎㄧㄤ了吗 你上次才讲说 如果郭台铭要独立参选 你是不会支持的 现在你又要帮郭台铭联署 郭台铭联署 不是就是要独立选总统吗 所以我认为上次 那个可能是谢典零 一时年轻气盛 可能突然通口而出 他现在才觉得说 未来以他的政治前途盘算 他还是要帮郭台铭这条路 不然他现在依附在 国民党这边的话 国民党请他姐姐选县长 他现在所有的政治盘算都没了 所以我最后要讲是说 你以何胜峰到潘一权到谢典零 这些议长已降 大概都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但是不得不 他们现在选择要跟郭台铭 走同样的路 是林涛怎么看现在的最新局势 看起来是你们这些地方议长 对党中央或说对侯友宇 怨气蛮深的是不是 现在大家都要比吃素 看起来他怨气蛮深的 但是我完全不认同 潘一权副议长讲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对不同政党的 同政的这些人员 都不会没有前提的 讲这么重的话 那今天你对的是自己的同志 你是中国国民党籍 你是对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 侯友宇这样讲话 这样对吗 你的选民会买单吗 你的支持者怎么看你 所以我觉得说 他现在用这种 我要吃素一辈子 这就是典型的情绪勒索 那刚才将军说他不是吃素 我查了一下 这个他的岳家是 玉佛是很虔诚的 这个佛门子弟 搞不好他本来就是觉得 他ready吃一辈子的素 因为我认为他 吃一辈子的素的机位很高 因为我们就是会选到底 就是林涛有信心 我有信心我们就是会选到底 林涛就认为他是吃素的 所以副议长真的准备好 这个吃素 吃素也没有不好 因为本来就有相关的渊源 他是说侯友宁会当选 一定也会当选 他说林涛你会当选 一定会当选 平常你也赌一下你也吃素 每一个人对于想不想吃素 都尊重自己的决定 来 郭仲哥 我们看到如果拍一拳是这种态度 对国民来讲 头发梦了羞 但是另一方面 刚刚我们也谈到 蓝白河有可能吗 柯文哲都自己 在新北市找了竞选总部 郭柯和看起来也是破局了 蓝白河有可能吗 中将我首先要声明吃素不吃素 不是情绪勒索 问题不是在他吃素不吃素 问题是在他 他根本就知道 侯友宁你不会当选 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是这一句话在严重 朱立伦最好笑的 他不要个人恩怨 最后要以大吉为重 人家已经跟你呛名了 不是个人恩怨 我相信何是南投的一长 何生翁 副一长潘逸前 都知道为什么你侯友宁 在林明珍他们县长选立华为人 你不去站台 对这个 你让他输菜培会几千票 那个仇恶不是韩国瑜的 不要把潘逸前以为说 又扯到韩国瑜那边去 他是最近的一个补嫌 你他们的县长 八年县长 你想跟何胜空跟潘逸前 不是都一圈子的吗 只有你输菜培会 那个心里面 需要你的时候你不来 表示你的清高 现在你要我们怎么支持你 这叫关公吗 关公对兄弟是这样子的吗 那当时你朱立伦 为什么没有跟侯友宁讲 你必须要去那边申言 这站台呢 你现在要来处理 这些议长副议长 你怎么处理 当年你不处理 现在你要处理他们 人家就这个 这个没有办法摆平嘛 所以侯友宁 不是只有小七 侯友宁讲说 小七显得这么辛苦 我也有责任 他还不知道 他也有责任吗 责任都在你 不是也有责任 他是主帅 对啊 你是总统候选人 怎么会说也有责任啊 好像重的责任是在小精灵身上 我只是也有责任 他把事情整个都颠倒过来了 所以我这侯友宁的脑袋 还是没有扭转 他还是没有想清楚 你现在看 云云 你说去了 南投 你也去了 议长 全部都反对 你那底下他的调阿咖 他的支持者不是全部都反对吗 那些议员他们的小弟不是全部都反对了吗 那你怎么选择 台中 云林 南投 中部地区 你整个去 那你说南部不更惨吗 南部是民进党的大地盘 那不更惨吗 所以我说 朱立伦 你如果认为他们不对 你就要党记处 那底下人就不敢讲 现在是表示说 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你党记 你要怎么处理 你如果跟他处理 刚好他们光明正大 我们离开了 他们一面倒就挺郭台铭的 所以我说 这次整个这样子 你一直累积下来 是你朱立伦造成的 你现在要怪谁 你是要要侯友瑜去 赶快去搓一搓 去跟他结盟起来 都不可能的 侯友瑜也不会再去了 他知道去那边只是落盔而已 你说去延青标那里 延青标也不跟他实质紧扣 一个麦克风也不拿去讲 维持表面 维持表面 所以我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侯友瑜要民调再提升起来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看柯文哲 他显在新庄 不显在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是大本营 你巴黎的市长 他挑新庄 你巴黎的市长 他在这里要问鼎大位 从市政府要走向 总统吴凯达格兰大楼 应该是在台北市找一个大楼 他执政过的城市 你怎么跑去新庄 有人是说 他好像也在想新北市市长这个欠 他想如果他总统 选不上还是没有选的 将来你侯友瑜真的 万一当选了 新北市长是不是要补选 他可以出来 如果侯友瑜不当选还是辞掉了 那是不是也可以啊 人家讲说你选总统没机会 选新北市长也许他机会很大 所以他我摆在新庄 大本营在那里 开始在这边四百万人口 我在这里最重要的嘛 而且政党票他需要 他需要立法委员的政党票 所以我说他的算盘打得很精 他不是选新庄 不是无理投说 那家的风水不错了 我们来选那家的 不是的嘛 他绝对有他的政治目的 政治动机在嘛 所以柯文哲挑新庄 原来意在言外啊 那中途没得到 去全新北市长 我相信他现在民调第二名 应该不太多啦 对柯文哲来说 你侯友瑜也不比我更高 是你要继续留在新北当市长 怎么可能 我去那里做中途 不过他的用意非常非常清楚 就知道你侯友瑜 在自己执政的县市 民调都比我差 都是调查外 他有四百万人 我没去设总部在那边 我要设在哪里 你一直要打猴就对了 对嘛 第二个 台北市当然不能设啊 台北市民都知道我做过什么 我设在那边 大家来骂我 所以他绝对不会 把总部设在台北市 会把他设在 新北市的原因就在这边啊 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目前的四个总统 可能的候选人 你看大家在干嘛 绿宇 赖兴 赖兴 身为副总统 出国去拼外交 到了纽约 被小粉红抗议 国民党 还有柯文哲跟郭台铭 没有人在帮自己的 副总统说话呢 没有在抱不平呢 包含现在中共在军演这件事情 国民党有说话吗 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元首 副元首出国去拼外交 理所当然 有什么好抗议的 有什么好军演的 我们没有看到蓝铭跟白铭 甚至郭台铭 在帮中华民国讲话 他说他们在干嘛 国民党到现在还在内乱啊 完全不知道在乱什么 侯友宜民调第四名 自己又乱成这样 包含潘一泉讲的这个话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实在 刚刚大家都讲了 一个在南投的人 南投的副议长 会讲出这么重的话的原因 一定代表侯友宜 没有跟大家有好的密切接触嘛 他是重要的党员 你来招呼问一下都没有呢 你要选总统的人 你来给我看看都没有呢 所以我才讲那么重的话 结果呢 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这个猪队友 还要他去吃素 包含林涛也说 不然你去吃素 我刚刚对潘一泉来讲 我告诉你 他只会更反侯友宜 那这到底对国民党 有什么帮助 我看不懂啦 所以国民党到现在才在内乱嘛 那郭台铭跟柯文哲 在玩什么游戏 就在玩胆小鬼游戏嘛 他们就是两个人就想要合 因为两个人都知道 我需要彼此 但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他想到四年前 在最后决定登记那一刻 郭台铭气他而去 跟他讲说 关公跟他讲 他不是核选总统 所以就没有去登记 柯文哲非常害怕 如果他现在跟他合作 是不是有可能再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这不是只有我讲的嘛 包含潘俊玲 包含这个张一山 大家都讲啊 四年前是柯文哲 被郭台铭遗弃了 所以柯文哲现在非常害怕这件事情 而郭台铭 他现在必须要用一直用 这种努力造势的方式 去压迫柯文哲来跟他合作 所以你看台面上四个人 除了认真在帮中华民国做外交人 就是赖清德 其他三个人都还在自私自利嘛 都觉得我自己最厉害嘛 我有力量整合其他人 但你整合来要干嘛 你整合来要帮中华民国做哪一些事情 到现在都讲不清楚 我觉得这三个人最没有资格啊 来这个郁将军 那看起来这些地方的这些 议长啊副议长 现在开始要大造反了是不是 国民党有可能这些地方派系 有可能全部就倒向了郭台铭吗 现在国民党很痛苦啦 他只剩下像这个 曾明忠啊 李德伟斗斗嘴而已 对 你知道现在杂也不是 不杂也不是 真的啊 如果你开杂 就跟小玉刚讲的一样 跟你杂啊 反正下次我不能选 对不对 如果我不从政 就这些人而言 他要国民党干什么 我不从政要国民党干什么 我们很多朋友 在当兵都是国民党的 退下之后为什么不回党 我又不从政 讲得有道理啊 不从政每年还要缴300块 300块不多 不爽缴你知道吗 缴了还被约束 所以当你不再从政了 国民党对你来讲 没有用了 那这些议长心想 当时 民进党立这个条款 国民党没有反对啊 既然没有反对 我挺你干什么 就这样啊 包含了柯 包含了侯 从来都不谈这个 但是郭台铭敢说啊 他敢说啊 我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你们尽量谈 他就是这样子啊 霸气嘛 霸气嘛 就谈 你们要什么 我知道 你说他怎么不挺他 那国民党说 好 那我就党计严一点 今天讲 明天就开闸 我告诉你 你越闸越多啊 这就是野草 烧不尽啊 春风吹又深啊 越来越多 可是你如果不去攒他呢 也麻烦 没事 没事 等到让这些 区域立委候选人 觉得没事 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全部靠过去了 全部靠过去了 所以为什么潘英全讲说 你认为潘英全 这是吃素的吗 你认为他真的是吃素 他一定不是吃素的 他如果是吃素 就不会跟你赌吃素 我所谓的吃素是双关羽 你看他没有吗 你看他没有 他的地方绝对有他的 他的力量在 他的力量在 何胜峰跳船了 他是半跳船 他是 他现在在做橡皮艇 你知道吗 一脚在外 一脚在里面 他现在正在这样滑 你推我啊 你推我就下啊 你不推我这样沽着啊 你奈我何 因为现在郭台铭正 开着他的豪华游轮要经过了 对 然后我再讲 谢典林跟郭台铭 我一直在讲 谢典林当时 他不是不挺郭台铭 他现在说 郭台铭出来联署 我一定帮他 对 这跟他之前讲说 我不支持他独立参选 没有矛盾 真的吗 没有矛盾哦 没有矛盾 这样讲得通哦 为什么说没有矛盾 因为谢典林认为 郭台铭跳出来 他是有能力整病 蓝或是白 其中一个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会独立参选啊 他不是整掉 你意思说 郭台铭出来 一定是拉着 拉着柯 或是国民党 对他们的理由就是什么 你知道 你不联署没有谈的条件 就是你又没门票 你跟我谈什么 对 对不对 柯文哲常在讲一句话 朱立伦也在讲一句话 侯友宜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郭台铭参选 就是赖清德躺的当选 你知道吗 侯讲过嘛 朱讲过嘛 这个柯也讲过嘛 我告诉你 郭台铭就是抓到这一点 到底谁要先跳车 你知道就跟火车对撞一样 你知道吗 比勇气啊 我郭台铭就跟你撞到底 你柯文哲要不要跳 撞了会怎么样 我老板赔得起啦 一辆火车而已吧 赔你啦 可是柯文哲一撞什么都没了 玉石俱焚 对不对 可是人家是金刚转 撞了以后 柯文哲的民众党 砰爆掉了 郭台铭的金刚转还活着 我不当总统 我一样当得很好啊 对不对 我不当总统 我一样是首富啊 我不当总统 我一样可以到处走走啊 我有飞机啊 对没有问题啊 可是民众党跟他一撞就完了 柯文哲这次没选上就完了 就毁了 对不对 火车对撞勇者胜啊 所以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联署 你没有联署 你拿什么跟人家撞 对 所以联署是资格 我跟柯文哲谈 谈到最后一刻 你柯文哲要不要跳 你跳我就赢了 可是如果你不联署的话 你连火车最壮的那个会